基于吃口反应到浮飘上的动作,主要分为三种,一种是下蹲,一种是上顶后紧接着下蹲,一种是上下抖动,以上只是主要的几个动作,实际上基于吃口还有很多,下面我总结了几种,大家可以看一下 一,浮飘上下动作,这一过程中踢杆,多的几个动作,二,浮飘轻轻上顶,然后紧接着往下音飘或下顿,此时踢杆几乎都能动作,三,浮飘上顶,一目,两目等等,甚至顶到飘身,躺飘,都是于吃饵后上腹所致,也有可能是掉太顿,可尝试下拉浮飘起去,四,浮飘缓慢,往下音,目数很小,最大不超过一目, 此时踢杆都会动鱼,并且多为大忌,五,浮飘被拖着跑,如果速度较缓慢,浮飘斜着缓慢,入水多为鱼以吃老,应及时踢杆 六,在尔料下沉过程中,浮飘突然停住不动,多为地鱼半路结石,应立即踢杆 七,最常见的,浮飘有力下顿,踢杆几乎都能动鱼,老姐们,你学会了吗?